大家好,我是彩虹 多吃筛药,一炷多多 不炒不炖,学会这样做,比面包还松软好吃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 200克筛药蒸熟后倒入到碗中 压成细腻的泥 再加入一个净含量50克左右的鸡蛋 15克白糖混合均匀 同时也会给筛药泥降温 然后再加入200克普通面粉 3克酵母,搅拌成絮状 再加入20克油 下手揉成光滑稍软的面团 盖好保鲜膜,饧发至1.5倍大 发酵好的面团里面充满了均匀的气孔 取出面团揉面排气 再平均分成两份 分别揉成光滑的面团 案板上铺一张硅油纸,放上面团 擀成直径约20厘米的面饼 再放上自己做的红豆馅,铺均匀 边缘留出一圈不要抹,留着刷水,方便粘合的 再把另一个面团,擀成同样大小的面饼,盖在上面 将边缘粘合好 表面轻轻擀平 提鞋油纸,放到烤盘里 盖上保鲜膜,再饧发半小时 饧发至形状圆润饱满即可 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大黄叶 撒些芝麻蒸香 如果内馅比较湿 要在面饼表面扎孔透气 防止皮馅分离 送进一日好的烤箱 上下火195度,烤18分钟 具体时间和温度还要根据自家烤箱的脾气来调整 烤至香酸满意了即可出炉 取出来晾至温热后,再切成小块 这样营养好吃的山药红豆烤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口感细腻柔软 搭配自己做的红豆馅,微甜不腻 吃起来香气非常浓郁 我家宝贝说比面包都好吃 如果没有烤箱,蒸着吃也不错 推荐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美食天天更新,咱们明天见,拜拜